欢迎各位来到独的音乐道 今天邀请到的这位来宾非常特别 非常大咖 也是我非常尊敬的一位成辈 他在音乐上的能力完全没话说 他的五线融合乐团入围了多次 真的是多次金曲奖精英奖 那他做的电影配乐入围过金马奖 他基本上集所有台湾音乐奖项的最高殿堂于一省 那他做过海角七号 鸡排英雄阵头等等 那在业界大家对于他的认识 更多的是非常资深的演唱会音乐总监 他做过的艺人 他合作过的艺人包含 凤飞飞 姜惠 姜惠妹 蔡健雅 黄小虎 梁静如 刘肉英等等 大家非常耳熟人详的大咖艺人和流行歌手 那除了音乐上的成就之外 他在产业上的贡献以及帮助更是没话说 他也曾经是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前任指寻长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 吕顺斐大哥来到独立音乐道 我有非常多的问题想要请教他 我也希望他能够提供我一些建议和指点 让我们欢迎吕顺斐大哥 我觉得所有音乐人都会 就是有一个做音乐的起点 我们就先来聊聊一下 吕哥你当时是怎么开始决定要做音乐的 这是一个好问题 当然我也回答过蛮多次的 因为我想每个人做音乐一定有一个起点 跟有一个乐器 那可能也有自己的偶像 大概都是从这个地方出发 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 跟很重要是 就是说你可能做了音乐很久之后 回想这件事情 一定要记得这件事 因为才会继续让你自己有热情跟动力 继续往下走 那我小时候很有趣是 我哥哥在他小学六年级的这个时候 然后想要跟我妈妈要一个乒乓球桌 乒乓球桌 对乒乓球桌 他想要打乒乓球 你知道小孩子 然后我妈他自己很喜欢听 当时的一种演奏音乐 那个演奏音乐是用Organ 就是电风琴那样子的音色 去弹很多的流行歌 我妈在家里有那样子的黑胶唱片 他是一张演奏专辑 对他是很多张黑胶 但是他里面很有趣的 他都把当年的六七零年代的流行歌曲 用Organ的方式做演奏 OK 这是在当时很流行的一种 亲音乐的一个类型 就专门有人在出这样子的一个唱片 好 这个不能扯太远 反正总之我妈妈自己也是很喜欢听演奏音乐 所以呢 在我哥提出这个要求的时候 他反而就希望小孩子去学音乐 因为他自己可能也有这样子的一个音乐梦 所以后来就在买电子琴 跟买乒乓球桌当中选择了电子琴 人生十字入口 对可是好玩的是虽然是我哥提出的要求 但是我哥并没有一开始就学 反而是让我姐姐先学了电子琴 也就是YAMAHA电子琴 对但也没有去那个系统 当时就是找了家教 就是小学的音乐老师 然后去学了电子琴 那我在旁边看来看去 然后我就看我姐姐这样弹 然后我就也玩了那个东西 因为就小孩子没有东西玩嘛 看到有一个这么大的这个东西 就想摸摸看 对就很想要玩玩看 然后有声音 然后可以玩一些 现在讲起来术语就是Draw Bar 就是那Organ有很多那个拉杆 那YAMAHA那时候做的七彩缤纷 就是有很多颜色 就是对小孩子来说很好玩 所以就这样开始学了音乐 对而且是就是没有真的去跟老师学 就看着我姐姐 然后我就可以跟他弹一模一样 所以那从一开始真的开始学乐器到后来 真的开始进入产业 就是真的开始所谓进入这个流行音乐产业的工业 开始工作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契机 那当然一路就后来学三业的这个 虽然说没有在系统 但是还参加了三业的比赛 最重要的一个是叫做儿童创作局 然后一个是每年都会有的电子琴的联欢会 那所谓联欢会就是让老师可以把比较好的学生去参加这个比赛 然后得到一些就反正比赛嘛 就一定会有会有评比然后会有奖金 也可以拍到国外去 所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系统 然后我就在里头知道了电子合成器这个东西 所以然后再接触到早期的电脑音乐 所以会用sequencer就是编曲的软体 现在是叫DAW 就接触到这个东西去做音乐 那到了高中我就开始玩团 但是这个玩团蛮妙的是没有歌手 所以我们就是cover 你们一开始就是演奏团吗 对因为我跟我哥都是这样子差不多这样子的听 日本的演奏音乐跟学电子琴弹电子琴长大的 所以反而很妙的是我们 然后我刚刚有提到说 我妈妈很喜欢听演奏的黑胶 所以一开始我反而接触音乐的过程是 从听乐器的音色开始 而不是从听人唱歌 然后去感受歌词的故事 所以我跟人家有一点点倒过来 哇这真的很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关键的点 因为我觉得在我的接触到的环境里面 绝大多数从在台湾 在华语世界生长的大部分的听众 听音乐都是从所谓的华语流行音乐开始 从歌手 然后词跟曲跟旋律 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比较习惯的 我觉得吕哥你这个听音乐的角度 对刚好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地方 对所以我自己后来分析这件事情也觉得还蛮奇妙 所以是从音乐的比如说音色 然后乐器编曲 然后才到去欣赏人生 然后去感知歌词 然后感知整个歌曲的故事 所以我以前反而就是纯粹从听觉上面去感受音乐 对那到了高中又开始玩团嘛 那这个部分当然先略过 我觉得入行当然最重要的其实是参加了 大二的时候参加一个保力金的 算新人奖的一个比赛 那他音乐比赛 对音乐比赛也有歌唱 那所以我就报了两首歌 结果两首歌都有到最后的金奖 哇 然后对然后也有被发行合集 对当年都比赛这个都蛮流行发行合集这件事情 所以那时候就开始有被当时的这个产业的里面的一些前辈们听到 OK 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那时候的这个编曲 当红的编曲家就是像中心明老师啊 或者是图会员图影大概几位 可能那时候就是他们都非常的忙碌 就是每天都要每个礼拜吧 大概都会产出可能三到五首 甚至更多的一个编曲这样子一个工作量 哇 那对可是我觉得最重要能够踏入产业 就是要感谢一位贵人叫做锅伟 对一般就是很常见的这个锅 那伟是那个山很高的那个微微的 OKOK 对那个字 对那他听到我的demo之后 我那时候就是有把自己创作的一些歌曲 或者是演奏曲 我就有录在demo里面 然后那时候因为在海国音乐教室有教学生嘛 就 我以前超常组团的时候超常在海国练团 哈哈哈 但是你的年代可能跟我不太一样 我那时候是在中山中山南路 对在那个台北车站附近 对比较靠那个中山跟中校西路 好像是我已经不太记得 但我记得在那个要过远环的中山 我记得中山南路在我记忆之中是中山南路 就刚好是那个十字路口就对了 对对对对对 好 总之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关系 然后我的音乐就被唱片的制作人听到 然后当然还要感谢陈富敏老师 就当时风华唱片的这个陈富敏老师 他也有就是听到我的demo 然后请我去公司 然后聊了一下 然后刚刚提到的这个图会员老师 就觉得说这个年轻人编曲还蛮有想法的 所以就后来是郭伟老师给我第一个编曲的案子 就是真的帮歌手来做编曲 所以这是最重要的一个踏进唱片界的一个开端吧 那后来当然也认识了滚石的当时的这个制作助理 像现在黄轩的经纪人翰群李翰群 那当时就是他在滚石唱片当制作助理 所以也就认识到滚石的一些就是唱片的里面的制作team 所以就有一些机会能够加入做唱片这件事情 那当然最最初是从编曲然后写歌进来这个产业这样子 OK那一开始我比较好奇的是 就像是吕哥你一开始组团的时候参加比赛 然后又有写一些新歌又得一些奖 然后有发行就是一些合集跟唱片 你有想过就是当时我相信大家对于音乐产业的想象 就是出专辑当明星 对吧你当时有这种想法过吗 我当时没有因为我不是一个会唱歌的人 而且我刚刚说就是我在欣赏音乐这件事情 是从后面的声音跟乐器出发跟音乐类型 所以站到目前去当一个艺人的想法 基本上从来没有想过 但是后来当然我开始进入唱片的产业之后 有一个很重要的人就是也是另外一位贵人 就那时候友善的狗有黄韵玲跟沈光源嘛 对对对 所以沈光源这个光哥有找我过去聊过 他们那时候对于年轻的音乐人都非常就是非常友善 给大家很多机会 那那时候他也有跟我聊过就是 有没有想要做演奏的艺人这样的一个想法 对我记得我当兵前还是当兵的途中 他有找过我聊了几次这样 因为我是在当兵前就进入行业嘛 就是大二大三开始然后到大四 对然后所以他们也有给我一些想法 跟我也去了友善的狗 也认识了很多当时的滚石的一些歌手 然后乐手或说音乐制作人等等 对所以我一直会觉得说 只要能够玩音乐这件事情对我来说 就已经是很幸运跟很棒 那要走到目前这件事情当时是没有想过 OK所以你比较多一开始在做的时候 就比较多是就是找编曲配乐这件事情开始的 对因为我想我喜欢的是演奏曲 或者说比较偏日式的Fusion 或者说当然之后也很喜欢一些爵士 就是真正的美国的爵士乐 可是对于主流市场来讲的话 这个市场不是我非常熟悉的 那我自己也不是从歌词出发去写歌 所以真的到没有想过说 能够一直在流行音乐这个产业里面可以做得非常好 因为其实当时蛮妙 就是说当时的制作人几乎都是写歌写词出发的 对我不知道我也有没有赶上那个时代 当时只要你能够对写到几首Hit Song 没错 那你就可以变成下一个制作人 对啊我以前在滚制唱片的时候 就天天都在听这个故事 写一首歌红了回去买一台跑车 对啊然后就可能人家就会找你在做 变成你就是可以当制作人 你就帮新的歌手写歌写词 然后就可以去主导一张专辑 就至少是一首歌曲的制作 对很妙的一个时代 那我自己当然就差题就是说 我发现现在的状况就比较回到是 好像编曲能够当制作人的情况是比较常见的 因为其实编曲就几乎是整张 整首歌曲的最重要的百分之可能七八十 都是从编曲家手上长出来的 没错 对所以时代有点不一样 这个我想贵宇可能等一下会有更多的想法可以跟我们分享 好 那我自己就是在那个时代就是以写歌写词 华语流行歌的一个主軸吧 从这样开始 所以我就觉得我好像只能去担任一个辅助的角色就是编曲 那当然编曲的部分非常吃重 那另外一个部分是我也基本上也是要感谢黄月宁老师 我的贵人 你看后来还去北流上班也是因为黄月宁老师的这个关系 那他也给我的机会去当大型的演唱会的乐手 那有这个机会所以也刚好 我到现在当然还是非常喜欢弹琴 所以对我自己在流行台湾的流行音乐唱片市场来说的话 我这个两个角色是最重要 就是唱片的编曲跟做演唱会或者是唱片的搭兵乐手 我看吕哥最近都还是很忙 很常去很多地方表演 这还是最喜欢的事情 所以你没有像是就是因为像我以前在钢筋滚石唱片的时候 之前甚至之前就是我会有一个moment是就是我决定我要做音乐 吕哥你有这个moment吗 你有这个moment说就是我想我之后我要做当一个做音乐的人 呃这刚刚有提到这蛮好笑 我在小学五年级的时候我突然有一天 我就我在想可能是听到某一个很棒的音乐吧 然后我就起了这个念头说 啊我以后要是可以用音乐当工作该有多好 所以如果你要问这个这个时间点大概就是在小学五年级的 哇那你真的很小就我我倒是没有这么小 可是不是到下定决心啊 就是这个起心动念是有这个idea这样 对嗯 我相信吕哥就是做音乐做到现在这么久了 那做过事情这么多了 你觉得这段时间到现在再对你来说 你觉得做音乐从开始到现在 那它最让你感到开心的部分是什么 真的还是在台上表演 就是弹琴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我觉得做音乐这个是这件事情 就是它的范围其实很广泛 就是有演奏 然后你说光是制作 制作就包含非常多的层面 有就是录音啊编曲啊 然后目前的幕后啊 持续创作啊各种 所以我一直都觉得这个事情对于 就是你是否有真的哪一件事情 让你真的感到很开心 那你做起来很开心的时候 你才有办法真的依照这件事情去发展说 你决定要走上这个职业道路的哪一种 对 所以哥是走你是喜欢演就是演出的部分 对我觉得在台上演出还是能够给我最多的那种动力吧 当然制作什么 大家我想都都经历过很多不同的角色 但是我想去找到自己的这个天命吧 我觉得还是在还是在台上演出 或者说现在因为当很多的这个演唱会的音乐总监 还是在这个就是说Live这件事情 还是真的有他的生命力在那个地方 对那制作你可以好好的去产出一个作品 但是我想演出就是一个一帆两瞪眼嘛 就弹错一个音就是弹错了 对那会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他不可控可是会觉得很有趣 会让你觉得还活着 那再让我深挖一点好了 你觉得吕哥对你来说 你觉得演出这件事情吸引你的部分是什么 你有办法再就是往深一点就是描述一下 你觉得演出这件事情 为什么让你觉得是他是你最喜欢做的事情 他带给你什么感受 对刚刚有提到一点点 就是说在台上他有一个不可控的状况 那为什么我会喜欢爵士乐 爵士乐其实也有很大一部分是不可控 他是即兴演奏 当然你可以在事前做很多的练习跟准备 但实际上到台上你就是会遇到各种的状况 声音的状况 听得不舒服或很舒服 琴好不好弹 琴有没有出状况 然后当然最重要是你的伙伴 就是跟你一起在台上演出的 不管是歌手还是乐手 这件事情对我来说 他既不可控 但是他又充满着惊喜 我觉得最重要是这样子 所以我才会喜欢live 我理解 就是不可控才有生命力的感觉 人生要是可以预测的就太无聊了 对吧 所以我从来没有去主动要算过命这件事情 我觉得已经知道就太无聊了 我也是 真的 我也是喜欢这种 就是不知道接下来要发生什么事的感觉 当然充分的准备还是需要的 当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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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要吕哥做 你做音乐做到现在 你也做很多目前幕后的工作 不能是演出还是幕后制作还是帮别人做 我觉得有一个比较特别是 就是你一直都还是有做你自己想做的作品 像是五线融合乐团 还有你之前做乐团等等 就是是什么样的 因为我知道 我认识很多其他有在这个产业里工作的人 很多人就是他光做手上的工作 他就不会想要再做其他事情 其实我也可以理解 因为有一段时间我也是 就是帮其他 就是不管是做配乐 还是做制作等等 就是做完你会觉得就是你已经没有那个创造力跟生命力 再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件蛮难得的事情 就是在这个产业工作一段时间 有些人就是他可能职业生涯 从头到脚可能就发个一张专辑或两张专辑 算是一种自我实现 这旅哥你不只你发了很多账 是什么让你觉得就是你会一直想要做自己的作品这件事情 你有一个想要表达的事情 或者是你想要做的事情吗 就是你心中有一个 就是你是有一个目标的吗 刚刚有提到就是我的学音乐的过程 那当然现在在弹琴的这件事情 最常碰到还是钢琴这个乐器 可是我就是跟一般的键盘手或者说钢琴手不一样 我从来没有学过钢琴 所以钢琴对我来说也不过是键盘乐器的另外一种键盘乐器 这样而已 所以我自己会对音乐这么着迷 当然还是来自于当年就是喜欢了日本的融合爵士乐 或者说比较J-pop那样子的一个曲风 现在可能叫做City Pop 我其实最喜欢的曲风是这个 然后到融合爵士乐 那当然再听到更多的美国的融合爵士乐 然后世界上各地的就是说 具有我们刚刚提到Live有的那些元素 就是不可控然后即兴 跟你可以自由发挥 它不是古典音乐那种死板板的 就是不能这样讲 就是必须要照着原作曲家跟原编曲家的想法 那玩爵士乐跟玩流行音乐都会有一个成分是 你可以在当中有自己的个性跟创造 那所以我喜欢这样子的音乐 我就会觉得Fusion很好听啊 我想把这样子的音乐介绍给更多人 所以当我真的退伍回来又继续做流行音乐之后 我还是会心里有一个想法 还是想把这样子的曲风介绍给大家 就是没有人唱歌 可是它还是蛮好听的 不管在节奏上面或者说和声啊 或等等的 我不知道大家可能在听音乐的时候 听到东西不一样 但是对我来讲 我很想要把这样子的一个 Easy listening的音乐类型介绍给大家 所以我才会想要继续再玩演奏音乐 那当然也是要感谢后来有这个契机能够遇到董顺文 所以我跟他 对当时在我们在分别在不同的融合爵士乐团 可是我们都是年纪最小 我们做最多事情 可是学弟 我们就会觉得又还蛮辛苦 因为就是等于最年轻的然后拉着其他团员往前走 就会蛮辛苦的 不管要做创作还是要玩 还是要甚至要接案子 要去外面表演 订练团室开歌甚至斜谱什么都是我们两个在做 那我们两个就说 那我们两个可以做的事情都高度的重叠 不然我们两个来组一个团 应该蛮轻松的吧 其实你有你忙的时候我可以帮你 然后我忙的时候你也可以帮我 所以才会有这个想法 我们就干脆自己搞一个公司 然后就来组一个团 所以就出了10张唱片这样 对啊很有热情 这真的很有很有爱 就是毕竟就是要一直找时间出来 创作自己的作品 因为我相信大家 我觉得不论多资深的音乐人 其实我相信 就我观察到的 当来到一个moment要发行自己作品的时候 其实心中是会有很多 就是不安的因素 会有很多就是会担心 就是做出来好不好 大家喜不喜欢 业界的人怎么想等等的这种 吕哥你在做自己的专辑的时候 你在做自己的作品的时候 你有担心过自己的事情吗 你有担心过 做出来大家会不会喜欢 或者是业界的人 其他人怎么想 我们那时候因为我跟小董 大概也都在产业里面有一点时间了 我当然比较长了 但是我们也去问了一些前辈的想法 然后比如说唱片界流行唱片界的 或者是说我们平常的一些乐手的前辈 但大家基本上都是给我们比较偏负面的想法 就是会说 我觉得没有人听 对啊没有人要听啊 你这个到底要卖给谁啊 等等的 这就是来自比较当时流行唱片的一些想法 不然好啊那你们做演奏团 不然你就是先cover那个谁谁谁的歌 当时可能比如说 你就cover张学友的歌啊 还是cover就把它变成演奏版 或什么的 但我就觉得这件事情 好像没有那么有趣 当然它可以做 可是我们就觉得 我喜欢的东西是我想要说的 我只是我没有我们想要说的事情 但我只是包装它是fusion 用这样子的一个音乐类型跟编曲去做而已 可是我们还是有想要说的话 对只是它是一个演奏 嗯 我觉得我可以完全感受到 旅哥艺术家冷格在这段话中 完全完整的展现 对就是我们可能不会唱歌 然后想的事情也不是从歌词出发 可能它有一个故事 可是我们没有办法把它写成一段 没有办法把它写成一个有唱歌的歌曲 所以我们还是选择有很多的即兴成分 跟比较是氛围 然后可能画面感多一点的这样的做法 嗯 那当然听起来它的样子是fusion 它的样子是jazz 嗯 我觉得旅哥比较和其他人不太一样的是 在我的观察 我听到现在我觉得 你对于做音乐这件事情 在一开始就蛮清楚 在做的东西和产业 原本就是现在固有的流行音乐 大家的想象有很大的不同 所以你对于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因为在我 我和大部分现在比较新的音乐人 就是我的学生等等 我觉得很常遇到的问题是 大家都会想在想说 我要怎么样做到在我的想要做的音乐风格 以及我认为大家会喜欢听的音乐风格之中 做出一个妥协 大家最常问的就是 假设我要发一张专辑十首歌 我是不是两首歌或是三首歌 做一些我觉得大众想要听到的音乐 但是我在我的观察之中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想法 因为其实对于大众的 我认为 我觉得对于大众的口味的评判跟想法 其实是非常主观的 因为说到底 其实根本没有人知道大众想要听什么 这是一个非常困难难以判断的事情 尤其对于做音乐本人来说 所以我一直觉得吕哥在做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非常难能可贵 我觉得很不容易的地方是 就是你一路走来始终如一 五线融合一直发到现在 就是一直在走在这条路上 我觉得并不是 尤其是身在这个产业里工作的人 我相信在 因为你接触到很多 不论是艺人或是制作人 在这个产业里工作的人 你看到这么多人 就是很光鲜亮丽的时刻 然后你也参与了这些时候 就是能够坚持自己 就是觉得想要做到的 艺术上的情感表达 然后一直在这条路上剪定 我觉得是非常难能可贵 其实我在前面问的这一段 我其实就想知道 吕哥你是如何 可以在这条路上剪定 因为我当时也是一个妥协的人 我一开始在组乐团 我做的音乐也不太是长这样 到后来再进公司 然后开始做不一样的音乐 一直到后来我的 后来开始帮别人做制作 我都因为我所认为的 不论是前辈老师也好 或是我自己判断的 我觉得大家想听的东西 我觉得我在我自己的内心 做了很多对话 然后到对话的结果 其实是我会做出妥协 因为我会担心 我在这条路上 我没有办法活下去 所以我才会觉得 就是这个很困难 但是微语可能这样听觉得 我还是觉得有点过欲了 就是你太觉得 好像我是一个很 就是好像想法非常坚定 其实应该认识我的人都知道 我的个性算是温柔的 我所谓的温柔就是说 我不太会去 非常主观的告诉你 我一定要什么 我通常喜欢听别人的意见 然后我再去做出我的判断 然后我也非常喜欢人家 有他自己的意见 但是当然就是彼此尊重 所以你刚刚提到的那种 那种挣扎 那种 对就是可能拉扯 你的理想跟现实 这个我当然到现在都还在 我想大部分的音乐人 一定都还是在不同的 比如说面包 跟对你实际上能够卖钱 跟不能卖钱的音乐类型 或者是可能爸妈叫你去 你为什么不去找一个好的 找一份正常的工作 对为什么要这样子 有一餐没一餐 我相信所有人 一定都还在这条路上 甚至就是到死 永远都在拉扯 那我自己的拉扯就是在 我当然知道说 玩爵士乐不是有一个笑话 就是你 弹300个call 然后台下弹给台下三个人听 然后你是学摇滚乐话 就是你弹三个call 但台下要三个人听 有这个我 就是你学那么多和弦学院 学院那么奇奇怪怪的知识干什么 还不是只有三个人在听 好那我的部分当然就是 我知道可以在流行音乐的产业 靠着我的能力 然后可能有 有很多的名跟力 带来了这样子的 好的生活 那一方面我刚刚提到的就是 我其实很喜欢爵士 我很喜欢融合爵士 那 而且我的个性 我觉得温柔的部分是来自于说 我知道在台湾这块土地 它有很多不同的文化融合 我慢慢在这个做音乐的过程中 让我看到台湾的美 就是它有原本的中华文化 华人的文化 然后它有后来的日本的文化 到战后有美国的文化的影响 那到现在可能有很多更多的新著名 就是会有东南亚文化的一个影响 我非常喜欢台湾这个地方就是这样 那我自己也是能够去融合这些事情 因为我就会一直想到 你看我自己是一个学了 好像日本音乐教育为主 可是后来接触了美国的爵士乐 所以我是觉得我自己一直在 比如说流行古典 好刚提到的 美日 就光美日就是对于爵士的想法 跟一个练习的方式都不太一样 所以我一直在这当中找到一个属于自己 或甚至是说我在台湾这块土地 我相信很多在台湾做艺术的人 都跟我会有同感 所以你可以在台湾发现 很所有的世界上的艺术类型 可能台湾都有人玩 台湾都有人在专精 所以我们在这当中的一个struggle 或者说你就是在拉扯你自己的内心 一定都会有 我玩这个到底能不能够变成工作 能不能够混下去 能不能够活下去 那我自己就是OK 我在流行音乐可以得到不错的 生活的可能性 但是那我想我真正想做的呢 我到底要不要把它留下来 那所以我在一开始 我们刚刚不是 虽然说拉里拉扎可能聊的太多 但就是会去想说 你自己到底最开始 为什么要玩这个乐器 为什么要玩音乐 那个热情到底是什么 我想应该每个人都必须要记住这件事情 才有办法支持 支持你在音乐这条路上继续往下走 那当然我们在就是说在学习的过程 我刚刚也跟威宇一样 我只想到 当年也有人 就是我刚开始做编剧这件事情 我就会听到俄语 他就说 你找吕胜菲编 可能会太fusion哦 那我那时候听到我反而会有点不爽 因为你刚刚入行的时候 我会觉得你知道年轻气盛吗 会觉得想说我什么都可以编啊 拉丁funk 摇滚 Metal 什么都可以编啊 古典的配音乐什么 所以你看我的credit好像做了很多事情 就一方面就是我也觉得可以啊 好像都可以来一下 那二方面当然就是不服输嘛 我觉得以我的这个聪明才智应该什么都可以 音乐能力我可以做得到 对我应该可以做得到 所以当初听到这样的话 我就更想要摆脱fusion这件事情 可是到了下一个阶段 我又突然听到 有制作人跟我说 我找你就是希望你在里面要有点fusion的东西 或者说你要solo给我很厉害的 结果你弄得很安全 我就突然惊觉说完了 我在妥协了 我妥协了只是做一个安全的东西 只是好像想要赚钱 或者说只是想要单纯的满足制作人的需求 所以我后来我听到这句话之后 我自己想了一下 我又改变了我的做法 就会变得比较开始比较像能够做自己 那我想那个时间点也是 我跟小董开始决定要做自己的唱片 差不多是有这样的一个历程 我觉得李哥你刚刚讲到的另外一个关键是 就是我觉得你应该也是有认真思考过 就是自己究竟为什么会决定走上 这个这样子的音乐风格 以及这样子的作品形式 因为我觉得对于音乐人来说 有一部分很大的困难点 就是在于探索出我到底想要做什么音乐 尽管说就是刚刚讲到的第一个 前面有一个题目是 就是在自己想做的音乐 和就是觉得大众想要听的音乐之中 找到一个平衡点 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 甚至是就是几乎不太可能得到答案的事情 那另外一个我觉得音乐人很常遇到的问题是 其实你要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样的音乐 也很困难 就像是旅哥你刚刚讲过 就是台湾是一个很多多元文化融合的地方 那你在成长的环境之中 也接触到了就是特定的风格 或者是不同样的风格 就加上你进入到这个产业 开始做各种不同风格的制作 或者是编曲等等的 那你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心得 或者简易对于就是譬如说像是新 因为我以前在刚开始做制作跟编曲的时候 也是很多老师会跟你说 你就是什么都你什么风格都要能做 你要什么风格都能编 那我觉得如果当真的 譬如说我是一个做音乐做很久 我已经有很多在业界经验的人 我今天开始想要做自己的作品的时候 我到底要做什么样的音乐 反而会变成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 那对于这样的事情 旅哥你有没有什么经验可以分享 你是怎么样决定说就是 我就是要走这条路 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想做的 当然我 我们能够提供的 我觉得就是 所谓我们有走过一些路 那能够提供大家的可能是一些想法 可是我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 或现在年轻人 他会去遇到的一些问题跟状况 可能会不太一样 但以我自己来讲 我刚刚分享的就是说 我在一开始先喜欢的东西 然后到进入了业界 可以赚到钱 可以赚到名 然后开始妥协 妥协完的下一个阶段 也有回到说到底自己喜欢什么 然后人家到底找你是为什么 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会是一个 让做音乐的人去思考 可是我觉得还是回到一个点 就像今天因为所有人的 专注力都被网络拿走 所以我想现在如果 所以你能够每天花多少钱 花多少时间 跟花多少金钱 在你真正喜欢的东西上面 可能比以前的人少非常多 我以前一天可能可以花六小时练剂 现在可能六分钟 六十分钟 对那你愿不愿意投资在 不管是金钱还是时间 在你真正热爱的音乐跟乐器上面 那所以到底我们想要用什么样的角度 切入这个行业 我觉得现在会更清楚 就是你也不需要真的做到 什么风格都会 什么事好像都会 哇现在流行嘻哈 前几年流行City Pop 那你就去学就去弄 当然那都很好 因为代表你有兴趣 你不是只有不服输 或是觉得新奇 你当然你觉得新奇之后 你想去研究 为什么可以创造出这样的音色 跟这样子的听感 你会去研究 可是下一阶段呢 如果你不是真的听了会开心 听了会爽 你一定不可能往下再去研究了 你可能就是那五分钟热度 所以如果你一开始我刚刚讲 你一开始是学乐器 学什么乐器 然后跟受什么偶像 什么团体影响 你一定会记得这个热情 之后你要开始往下走 变成开始要可以用这样子的乐器 跟音乐风格去讲话的时候 在下一个阶段你可能想要改变 可是那个改变的缘由绝对不是说现在流行什么 想想什么可以卖钱 你就去做什么 不可能 除非你真的喜欢它 所以我觉得那个判断的标准还蛮简单 你真的喜欢这样子的音乐吗 像我必须说我没有喜欢metal 可是我到了现在这个年纪我可以欣赏所有的音乐 所以当我在担任一个player 或者说我担任一个制作人 我是可以理解这件事情 但我不敢说 我绝对不敢接metal的制作 但如果融合 所以的融合不见得是爵士 你知道华语流行歌很好玩 就是他听起来像是 但其实好像都不是 这是一个好玩的地方 当然你有所谓的味道人士 就是你可以有metal的味道人士 就是说metal不行 metal一定要有那些 你要做拉丁一定要怎么样 你做funk就一定要怎么样 我以前也是这样没有错 但后来我会觉得 音乐如果被这样子的味道人士卡住的时候 它不可能会有新的东西产生 像House音乐它也是因为DJ 就发展出EDM那一条路线 所以我觉得音乐的过程很好玩 是你可以看到很多文化 跟反正所有事情的一个影响 所以我觉得 怎么去选择 自己想要做什么样的音乐或去钻金 其实说穿的就是你到底爱不爱 你如果不喜欢 你不可能骗人的 尤其在这个时代 你只是学到皮毛 你只是好像觉得这个可以怎么样 有博取流量或什么 就去做那件事情 绝对不会长久的 所以我觉得依照这方式听起来应该是 因为我的想法其实也差不多是这样 我觉得就是要找到自己真的想做的事情 就是最好的方法就是你下去坐坐看就知道了 坐下去 可能五分钟就受不了 对啊 你如果坐下去 你觉得就是你坐下去发现是精神时光污 天一下就亮了 那基本上就代表这是你想做的事情 因为很多人就是会在 我跟我就是问答的时候 或者是 就是每个月我们有 读了音乐岛群组通话 我的学生就会一起 就是很多人 我非常常遇到这个问题 就是我到底要如何知道 我想要做什么音乐 甚至有很多是这个 在已经在这个业界工作很长了的一段时间 所以这个也是就是我每次遇到音乐的时候 我都会问他的问题 就是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你现在想做 你现在要做的音乐是你想做的 所以我觉得今天也算是得到一个 就是前辈也看我一样的答案 坐下去就知道了 那接下来我觉得 我比较好奇的想要跟吕哥聊的是 就是你在北流工作这段时间 你有没有办法 就是简单的跟大家叙述一下 你在北流当执行长这段时间 就是你们的工作内容是什么 北流在做的事情是什么 好我想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 那我尽量不要不要废话 不要分岔太多 当年当然政府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希望可以它叫做新石大建设 在阿扁政府的这个时代 那当然有这个idea 到后来北流高流两个地方成立之后 它的时间非常长 其实应该过了有将近快20年的 十几年到20年的一个时间才完成这件事情 可是远比我们原来流行音乐界的人想的 还是有蛮大的一个差距 那我必须说我去当执行长这个角色 当然是承接 比如说承接现在还在北流的董事长 黄远玲老师 他的一些对流行音乐产业的一个想法 那能够做的事情 跟能够去拉到的人脉跟关系 能不能够帮助到流行音乐产业 那基本上我当然就是执行长 就是去执行他的想法 然后再follow下去 那整个一个组织去完成这件事情 可是理论上是这样做 那这边可以简单讲一下 就是说北流跟高流 目前都是受到地方政府 也就是北流是受到台北市 高流是受到高雄市的一个管辖 那最直接的单位监督单位就是文化局 可是是平行 我必须说他们是平行 也就是说我跟董事长 就执行长跟董事长 基本上跟局长应该是平行的角色 因为我不是他的下属机关 所以这个概念可以反正有兴趣的听众可以去google一下 这叫行政法人 这是蛮有趣的 就是说我们受到公务员的限制 类公务员 但我们基本上都不是真正公务员的身份 可是受到公务员的等等的法规 还是会有限制很多利害关系 或甚至一些罚则都是比照公务员 好那我一直都会讲的就是说 当然有这样两个一个地方 他可以做非常多的事情 而不是只有经营场馆 而不是说只有好像租借表演厅 然后让大家可以办演唱会这么简单 然后有一些办公室出租啊 一些空间可以做很多事情 办音乐节啊 办各式各样的一个活动 其实我们自己对这个地方的想法 更多是能够促进产业的一些对话 所以可能之前也有跟威宇聊过 就我们到底怎么样才能够帮助未来的产业 那虽然我们已经做了这么多年 然后也看着这个产业在发展 不管它是好是坏 能不能够再帮到未来的人 所以我们的确在内部也想了很多 我跟小林姐我们也想了很多 到底现在产业最需要什么 那我们遇到什么困难 可是走一遭我们会发现 我自己啦 当然有机会如果你能够访问到小林姐 可能她也可以跟你讲一下她的想法 但我的想法是 我一定会努力去邀请小林姐 刚才我们会愿意来跟我聊聊 我觉得必须要吐槽的一个地方就是 我们在地方政府受到的潜质真的很大 因为好我刚讲了我们是内公务员 所以其实有很多的人不管外界还是说地方的民代就是议员 他们还是会觉得你们好像就是公务员嘛 所以他会压着你要比如说要有业绩就是政绩嘛 对他们来讲你要有一些政绩 那你有没有服务到地方的人那你有没有怎么样等等他会 你为什么花这个钱你花这个钱是否有合法 有没有独立特定厂商等等他就会用一般的公务员的方式去看这件事情 可是对我们来讲我那时候我跟小林姐讲一个讲一个点 我当然知道他也会理解这个部分 就是说既然你找黄韻玲来当董事长 那你就要相信他的品位 所以所谓的图立特定厂商这件事情 我觉得他就当然他就会变得非常危险 我们当然不想要落入所谓的图立特定厂商 可是今天你找了黄韻玲 你要不要相信他的品位 所以我们怎么能够不要让他犯法 但是我们是真的想要去挑到好的东西 你知道有很多的东西品位或者说艺术 当然他非常主观 可是你怎么样找到一个好的人去决定说 好我要这个厂商 我要这样子的东西 我要这样的美感 或者我要怎么样子的一个方式去执行这件事情 对所以对我们来讲 其实当初一开始我跟小林姐都非常 不适应跟非常受不了这件事情 对你既然我就跟姐说 姐啊人家都找你 当然就要相信你的品位 可是今天就是我们follow下去 当然我后面不管是要我们去执行标案 或者说要执行很多活动 当然还是要靠我们下面的行政团队去完成 那我下面的同仁就会给我很多的回馈 就说執行长这件事情不能这样做 好这个会怎么不能这样做 我们就会觉得很受挫 就是我们处处觉得不像你在一般民间 反正我听我已经是老板 你说了算 就丢给你 那现在看起来好像是董事长黄玉玲 好像可以决定 但其实也不行 因为我们同仁也会就是包含我 我们当然都要保护他 你想做这件事情 那我们怎么把它好好的完成 可是又不能被人家说成是独立特定厂商 或者是好像做出一些 对就是不可归的事情 我理解这样子的困难 因为因为说归终究到底 音乐这件事情 就是一种没敢判断上的主观 那当他来到变成一种公共议题的时候 就会非常尴尬 就比如说你为什么选择 就比如说以前 我们讲个最直接一点的好了 就是奖项的评审 怎么评判 进去讲什么奖要给谁 其实说到底 就是评审的自我主观品位 说到底 虽然大家都会想要做到公正客观 可是这些事情本身就不存在公正客观 因为音乐品位是每个人自在人心 我喜欢这样子的音乐 我喜欢那样的音乐 我喜欢这样子的音色 所以我觉得公家机关 如果假设真的把北流或者是高流 这样子的单位 当作公家机关从这个角度下去想的话 我可以理解这个在执行上的困难会非常非常高 那我想问的是在这段时间 在北流工作这段时间 你觉得就是像是这样子的机关 比如说北流和高流 你觉得对于产业来说 或者是对于音乐人来说 能够提供最大的帮助是什么 假设我今天就是一个做音乐人 或者是我经营自己的音乐厂牌好了 或者是我自己的活动公司等等的 就是有哪些部分是像北流或高流这样子的机关是可以帮助到的 那除了刚刚提到那些困难可能等一下会再提的 但基本上我们一直在努力的就是说怎么去帮助到产业 当然听起来好像很很浮啦 不过我想最重要的就是说提供空间 然后提供可能是教育性的 不管是活动还是课程 所以你还是会一直不断看到这两个地方 北流跟高流一直都有很多好的活动 可能是免费可能是付费 或者说可能可以看到很多产业里面的民间的单位 会去跟北流高流合作做了很多事情 不管说它是音乐节还是它是具有教育意义的 或者甚至跟乡里这些地方能够有连结的 我觉得都是一直 我相信这两个地方一直都在做这些部分 所以对于新的音乐人来说 我以前一直讲我看我现在还记不记得 我以前一直会出去跟很多人讲 就是我希望你们都能够来这个地方体验 就因为我们会有很多的人来跟我们租空间 然后去办活动 演唱会也好 国外国内外然后各种不同的 那你体验完了你可能对音乐有兴趣 你可以来这边实验 就是我们会有一些空间可以出租 你可以来这边可以有一些像 像现在因为办公室基本上大概应该都已经出租完了 然后那些南基地的一些商业的空间也都出租 像给一些乐器厂商 这也是当初我跟小林姐讨论出来 就是那个地方不可能又变成一个好像shopping mall或什么 太无聊了 那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地方你可以找到整个产业里面的 一般不管是B2B还是B2C 你都可以在这个地方可能有一些空间 所以你会目前你可能可以看到一些跟音乐乐器相关的 不管是租赁还是修缠或者是买卖 你应该都可以看到一些也有卖黑胶的等等等等这样的 我希望在这个地方它是有可以被实验的可能性 所以你可以来这边经营一个空间 或者说就是会开教室办课程等等的 我们都非常欢迎 所以你在那边有实验的可能性 然后你也有各种大大小小的空间 将来你想要不管是团还是你想要办的活动 都可以在这边找到比较便宜的 或甚至合作的一些可能性 那当然最后就是实践 所以我们希望你能够透过小空间的实验实践 实验完之后 你站上了4000人左右的表演厅 那高了以为差不多是一个这个数量 4000到5000 那最后你是不是可以再登上小巨蛋 大巨蛋甚至到国外去巡演 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想法 就是从体验实验然后到实践 那希望北流或者说高流 我们可以透过我们的力量去 去媒合民间跟政府的资源 不管它是人还是钱 我们都能够去媒合民间的部分 因为就像上次我跟威宇聊的 很多时候因为人都是单打独斗 他也存不到那么多的资源 那能不能够把北流跟高流变成一个 那叫什么 就是像一个入口 就像Google或像Yahoo这样的一个入口 你可以在这边找到 音乐人所需要的一些资源 但这个是当然我们的想象 我们自己在跟政府fighting的部分 就是刚刚提到了 会遇到多困难 对我们必须要跟一般民众交代 大众有交代 除此之外 那大众的交代其实就会浓缩成 地方民代对我们的 不管是苛责 因为他真的有的人真的不懂 那会直询 对直询或者说监督 那当然对公务机关 他也要负责监督我们 因为毕竟目前的这个营运预算 还是来自于政府占大多数 我们能够自己靠这个地方赚钱 还是比较比例有慢慢在成长 可是我自己在这两年当中 我就会觉得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是当初这个想法很好 可是他把它放到了地方政府 于是我们在做的事情 就会受到地方的一个想法 潜质的一个想法 对台北市民有什么好处 对那对高雄市有好处的 我做不做 我可能就选择不做 因为台北市可能也不会给你资源 那如果讲到颜色不同 或者是政治这个部分 政治问题 对这个我不评论 因为其实我自己不排斥政治 我知道政治其实就是在做一种 妥协跟利益的 讲难听一点叫做交换 可是实际上这就是人 人就是这样 对人在社会 社会的动物就是会需要做到交换这件事情 所以以我后来退下来之后 我接受过很多访问跟很多意见的调查 我都会说麻烦把北流跟高流收回去中央 做中央的行政法人 也就是比照两厅院 他是一个国家艺术中心 他是夏侠有两厅院 他有台中歌剧院 他有魏武营 这样感觉能做的事情会多很多 对而且是直接面对文化部跟面对立法委员 嗯 我觉得这听起来蛮合理的 可是我知道他困难重重 因为毕竟他已经设立了 已经被丢到两个地方政府去管辖 要再收回去中央 我不知道这要经历多少的时间 才能够完成这件事情 但是以我们对所谓的流行音乐产业 我相信流行音乐产业绝对不会只有在台北 当然台北的好处是从以前到现在 产业几乎所有的单位跟组织都在台北没有错 可是那这样那你要高流做什么 你要高流只是就只有在经营那个港湾 办那些活动就这样而已吗 不可能吗 而且这样对他们来说也不公平 所以应该要比照像就是两厅院这样的一个做法 他是有一个 当时是朱中庆老师当董事长 让他下辖这三个单位 像北中南三个场馆跟一个交响乐团 所以如果把北流高流收回去 不管将来会有什么花联流行音乐中心 还是台中流行音乐中心 还是要来自于一个中央的想法 是一个国家的想法在想政策跟概念 所以那时候我们遇到很多困难是我很想要跟外交部 我很想要跟经纪部甚至劳动部去谈很多事情 可是我会觉得我的位阶非常的低 因为你知道你进去那个体制你会发现 你会发现这些公务员就是看你的官阶跟看你的头衔 我们收到公文 我下面的人就会说 執行长这个会好像你要去 因为他们派了谁谁谁 比如他派了总监他派的是局长等级 他派的是副市长等级 这种那我一定要去 那你就会知道 OK我们人被阶级化了 那对我们来说我们自己玩音乐 我根本没有这个概念 可是我知道必须要这样子去做 所以当我刚刚提到说 我很想要帮助很多的 比如说威宇在人在国外 我是不是能够透过外交部的协助 威宇今天在外面有一些事情 有一些很棒的事情想做 我可不可以透过北流的力量去做 但是我发现我会做不到 我可能就卡在台北市政府 那你可以想象当时是柯文哲当市长 然后中央是民进党 这就又没办法不得不扯到这件事情 因为你就会很明确的感受到这种 卡在中间 对经营这个事情 对这个我很不喜欢讲这个政治 但是你的确会感受到这些事情 他是就是摆在眼前 你必须得要面对跟解决的问题 所以当时的做法就是 我只好去想办法去找到民进党的立委 去瞧一些事情 我才能够达到中央的层级去聊一些事情 可能跟文化部才能够讲上话 文化部才会觉得 OK我们希望可以播一点资源给被留 就是非常痛苦 当然文化部也是我们的一个指导单位之一 所以我常常夹在文化部跟台北市文化局中间 我必须要去协调 我们才能够完成某些事情 这个是让我觉得最痛苦的事情 辛苦辛苦 我无法想象一个做音乐的人 要开始当就是处理政治上的问题 我觉得这真的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对啊反正说回来这个都是 就是可能可以在将来 或许可以有改善的部分 但是当然对于产业的年轻人 我觉得北流高流还是有很多的机会跟资源 是可以去运用的 我也非常鼓励 就是说有这样的想法的 不妨看看北流跟高流 浏览一下他们的网站 或者说能够想办法认识到里面的人 或者说看一下有什么学习的机会 或者说能够得到的资源 我相信还是相当丰富的 那这个都是我刚抱怨的 我刚讲都是我们内部的事情 我们应该要自己去解决 包含现在的北流或高流也是一样 应该要自己去解决 因为最需要的还是 真正产业能够去利用到这些资源 那吕哥你在北流这段时间 基本上在前线工作 就是你接触到不管是政策上的 或者是就是需要和地方政府交代 然后你也理解产业 你也知道产业要的是什么 怎么就假设一个问题 假设让你拥有所有 就是你觉得能够动用的资源 然后你也没有不太需要考虑 就是政治上的因素 那你也理解现在产业 因为你对于在产业工作了这么久 你也这么丰富的经验 那你觉得目前就是在华语音乐产业中 你觉得现在现行的产业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那如果你能够就是不用考虑 就是政治和执行上的限制 你觉得有什么样的事情是你想做的 你觉得可以马上就是对于这个产业带来帮助 或者是可以改善这个产业的 当然我自己还是以音乐人为主 所以我想我可能只能提到一点点皮毛 可是我的确知道这件事情还是要来自于商业 产业毕竟他还是要真的还是要赚钱 当然 商业这个部分 那怎么去做呢 我觉得看到一个非常大的弱点 就是音乐人都不懂行销 跟不懂怎么做经济这件事情 那经济其实就连动到经济 真正的经济 去当一个经纪人如何做好音乐经济这件事情 其实对大部分的音乐人来说 都是非常陌生跟不懂 那尤其行销的方式 那我想在威语的课程 或者是说去能够让音乐人自己 除了音乐之外能够去想到的事情 我觉得这个非常棒 这也是当初威语打动我的那个 谢谢 对因为做音乐这件事情 那本来就是你的本质学能 还有什么好谈的 然后大家喜欢的东西也不一样 难道我就是要一直教你写歌 或做制作 这件事情对我来说 我觉得我自己觉得还蛮无聊的 或者说我当初在北流 我也不太讲这件事情 因为那本来就是民间可以去做的 有这么多资源跟学校 大家都可以在透过民间的音乐补习班 可以去达成这件事情 可是行销跟经济却很少人有去谈 那我有几位朋友或前辈 他们曾经都想要仿效 大家反正这15年20年 大概都是在谈南韩的一个 这个娱乐经济 因为他们崛起的太凶狠了 他们崛起的太凶狠了 对 agency跟economic这部分我们都在学 可是实际上却做不到 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 台湾没有够大的一个民间商业组织 去想要投比较大的经费 不管是人力还是金钱 所以就变成说你要靠政府来拉 我认为那是不可能的 就像我自己也是非常不喜欢 所谓的政府补助案这件事情 其实他也搞了我不知道多少年 应该有15年吧 至少有15年以上 那这件事情变成 台湾的文化部是一个 最大的唱片公司 这件事情是非常奇怪的 其实我讲狠一点 应该要把这件事情停掉 我们就来看看会不会倒掉 对不对 直接停掉 我觉得其实也不用 吕哥你很敢讲 我没有料到你愿意 你还讲这个 吕哥你很敢讲 因为这件事情 我们经常在担任这种评审 我自己也看得很累 然后我们也跟很多的 就是同伴大家的这些评委 大家当然每年每年都在讨论 那时候我觉得最常讨论到就是 我们到底要做雪中送炭 还是要做锦上添花 雪中送炭就是说 我今天这笔钱如果不给你 你做不做 那你如果这笔钱不给你 你就不做 还是说锦上添花式 我知道 我知道你会赚钱 你都会做 可是我给你 你可以把东西做得更好 或者甚至可以赚钱 所以当初比如说 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争执 可是不管如何 我觉得商业这件事情 不可能来自于政府 政府要做的事情是 属于公共利益 那你说娱乐这件事情算不算公共利益 我不敢这么斩钉截铁说 但是我们看起来娱乐这件事情 一定后于满足你基本 十一住行 娱乐是最后面 没错 其实教育还蛮前面 最后一定是 反正娱乐也一定是你吃饱喝足了 然后没事做了 我想要有个娱乐 帮助你的人生可以过得更好 可是当你活不下去的时候 娱乐一定是第一个先被抛弃的 没错 那这件事情 因为透过了政府太多的介入 我认为他的体质都是非常的不健全 因为反正我都可以拿得到钱 我也不需要对政府负责 你又不用还钱 拿来又不用还 所以你知道那时候我们跟 也想办法去跟文策院要去聊这件事情 文策院基本上他也是希望以影视 就电影电视跟音乐 可是你会发现音乐的协助非常少 因为他们也不知道你的产值到底有多少 那我要怎么帮助你 他们也不知道 那其实对我来说 我也不敢说我知道 可是我知道弱的地方就是在我刚刚讲 行销面怎么做行销 好东西一碗面煮出来了怎么卖 那这碗面要怎么得到他的回收 所以现在音乐人都不是出在于说作品不好 而是你们不知道怎么让人家知道 你的东西有多好 那甚至要推上国际 对所以这两件事来说 应该是目前流行音乐产业 最需要帮助到年轻人的 那怎么去建立这个系统 其实我也不知道 对因为我也不是这个专业 可是我有很多的朋友 他们也是想办法要从南韩去仿效 不管是所谓的练习生制度 还是说等等的一个经济组织的建立 agency的这个想法去建立 我觉得这个才是最迫切需要的 对那行销这件事情 当然我觉得以目前 他非常分重市场的时候 每个人都好像什么都要懂一点点 所以我也觉得像威宇这样子的课程 或者说甚至是破除一些想法是很棒的 就是你要惊觉到说 你不是说好好的把一支影片拍好 花了50万拍一支MV 然后你就觉得会红 不可能 你还不如把他花一支花5万拍十支的效果 可能还来得到 但这个威宇是专家 教主 这也是专家 对啊流量怎么去掌握流量这件事情 或者说这几年一定有很多的讨论 所以我觉得台湾目前音乐人 或甚至是扩展到艺术产业来说 大家现在都免不了要去学习 或者说至少知道这些行销的概念跟手法 我觉得在我的观察之中 我相信如果任何有在国外工作过的音乐产业人 都可以感受到 我觉得在话语音乐工作的音乐人 能力值都非常非常高 那个水准跟制作能力 我都觉得是一种顶端的存在 我在英国就是真的有深刻这种感受 我也觉得我以前在台湾跟我一起工作的 他妈厉害多了 当然国外也有顶尖高手 但是说真的平均看起来我觉得 在台湾做音乐我认识到人真的太多高手了 那我觉得在我的观察 当然我已经没有在台湾的音乐产业里工作一段时间了 我觉得比较大的问题 我跟学生会比较大讨论到的问题是 就像刚刚吕哥有讲到 现在分众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他大概从此之后也不会再回头 以后应该就都是这样了 那经济这件事情没有错 我觉得确实如何让音乐人的作品的价值 能够让群众感受到 其实会决定了 就是政府或者是各项资源 愿不愿意投注到你上 因为大家都是要赚钱 大家都有老婆小孩要养 大家都有生命时间跟精力是有限的 你没有办法赚钱 你很难燃烧热情是没有办法持久的 所以我也一直都觉得 要让音乐能够至少能够不亏钱 这是我觉得是最基本 你会亏钱下去 那真的就只是燃烧生命 那我觉得比较大的困难 在我观察到 也是我开始做独立音乐岛的原因 是因为我觉得经济资源永远是有限的 会能够出来当经纪人的 人注定是有限 他手上能够动用的资源 他能够给出来的机会注定是有限的 但是音乐创作的风格跟层面 跟现在所谓讲到的小众跟分钟 甚至我们可以说还没有出现的市场 还没有出现的音乐风格 这些东西是无法预测的 你没有办法预测一个音乐人 做出来的音乐 到底会不会有他的市场 这个是在目前社群媒体时代 如此演算法分中 每个人手上看到的东西都不一样 实在是很困难的 所以我才会觉得独立音乐岛 应该要做到的是 让音乐人自己拥有这个能力去想说 我用什么方式 可以让我的音乐能够让更多人接受 我用什么方式 可以开始用我这个非常为数不多 很少的群众 能够开始让我可以 让我的音乐能够有继续创作下去的可能 然后在规模越来越大之后 我才有办法让这些人和 所谓的市场做 应该说和产业做合作和结合 经纪人才有机会跟你一起工作 如果今天我是一个经纪人 如果你什么都没有 我连你有没有赚钱 你有没有把养活自己都不知道 我不太可能把我手上的资源都给你 除非我真的很喜欢你的音乐 这就是唯一一种可能 所以我觉得这是目前为止 我现在看到我觉得音乐人 尤其是在这个时代 刚开始做音乐的人 想要会遇到一个非常大的困难 我觉得吕哥你觉得对于像是这样子的情况 你觉得对于音乐人刚开始想要做音乐的音乐人来说 你有什么建议是可以帮助他们去找到他们所想要的 不论是资源也好 或者是他们去推卸行销自己的方式也好 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可以给他们 我觉得这十几年看到网路的社群媒体或等等的这些发展 你会发现到其实 我们可能或多或少都迷失在这个 所谓要去针博眼球啊 争取流量这件事情 然后可能到一个阶段 你才会突然觉得这些东西都好虚 包含我们上次聊到 就是去年有这么多的YouTuber 纷纷的就停了他的频道 因为真的做不下去 或者是可能没有商业收入 或者就是你可能没有办法养你的公司 继续做这件事情 可是回到我们做音乐或者回到做艺术 我们要扩大来讲 其实艺术经济这件事情 还是来自于艺术的经纪人 他们怎么去看到商业的需求 然后跟你现在的艺术作品 能不能够产生连结 所以我说这件事情非常困难 其实经纪人的视角要更高 他可能不是真的很会做音乐 但是他懂什么是好的东西 跟怎么去操作这件事情 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反例 当然是像比如说名画 或者说名艺术品 在很多拍卖会 好像被炒到一个根本就不是一般人可以负担得起 可是的确他有他的市场存在 那我们不能也不会言 就是说很多事情都变得非常商业化 就为什么这首歌会红 因为背后有人操作 就是把这个流量搞得很高 所以你就三不五时会看到会听到这个歌 以前也曾经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像我们这种老人就会讲新鸳鸯蝴蝶梦 当年黄安为什么 黄安这首歌为什么会红 因为就是他就当了连续剧的这个 包青天 对就曲子嘛 那你就是每天你爱看这个剧 你就是每天会听到 所以他无意间就造成了一种风潮 或者就是洗脑 可是现在的时代 大家已经纷纷的了解这种操作 所以你很难再找到这样子 而且现在的也不是只有以前三台 没错 顶多有个第四台可以看黑片 你现在的就是大家除了音乐很分重 你的行销的平台也变得太分重 也太多了 所以我觉得一个好的经纪人 他必须要能够去理解说 我去哪里找到商业资源 而且我要说服你 为什么今天这个广告 我明明是一个牙膏广告 我要找到维里安 为什么 对他必须要有一个人去说服这个连接性 或者说今天有个卫生棉 或今天有一个什么电竞的电脑要推出 到底要找谁来当这个代言人 然后去产生跟这个音乐 跟你写的歌产生连结 到底是先写歌 还是先知道产品 或者是倒过来呢 我想这个当然有更多的讨论 但我要表达的只是说 一个好的经济的一个组织 或者说一个好的经纪人 其实他是有sense去理解说 艺术品跟商业市场的需求 就我到底可以把我的艺人 把我的艺术品放到哪一个部分 他是可以被就是可以work 他可以变成一个真正的一个产业 那我刚刚提到一个重点是说 这件事情绝对不会是政府来做 当然 所以对所以我讲刚刚已经讲了嘛 就是其实要不要来试试看 政府你就把所有的可能会被骂 但就把所有的补助都停了 看会怎么样了 这个我也支持 我也很想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事 就倒掉了嘛 倒掉就让他倒掉嘛 那倒掉代表没有这么大的需求 那你何必呢 对不对 你补助1000个人 结果产出一个人有产值 那何不当初就不用再给这其他999个 就让他们死掉吧 因为这就是商业市场 这没办法 代表人家不需要你啊 那你政府押钱干什么 他真的没有你这笔钱 他就饿死了嘛 不可能吧 我觉得吕哥你刚刚讲到 我觉得对于经纪人 因为其实我觉得很多做音乐的人 对于经纪人都有一种很梦幻的想象 好像就是经纪人会变魔术 可以把它就是变出个什么东西 这边拉一下线 那边找个人来给你个机会 然后你就人生就红了什么等等的 我觉得刚刚吕哥讲到一个经纪人 最大的专业 其实是找到 就是在艺术价值跟商业价值之间 合作的可能 我觉得这是一个 我觉得对经纪人一个的工作内容 一个很精准的注解 那我觉得在我看来 我觉得比较困难的是 音乐人始终你必须得要走到一个规模 你才有办法让经纪人愿意跟你合作 因为经纪人在做的事情是 把你的东西推给所谓的其他的厂商 比如说你刚刚讲说牙膏广告等等的 因为我觉得所谓的音乐产业或者是所谓的唱片经纪 其实它主要的合作对象其实是厂商 因为厂商才有足够大的资本去支撑这整件事情 但是你要让音乐人在从开始做音乐的那一刻 一直到他的不管是他的知名度或者是他的群众数量 有庞大到能够和所谓的商业合作 他其实中间有一段很大的差距是空白的 在这个差距的空白是我目前为止 我之所以做独立音乐导也是因为 我觉得这段空白是目前还没有人把这个段空白补上 就是你要如何让一个真的从零开始 假设我们就真的讲很零很菜 高中热音社他下定决心要做音乐的热血同学 他决定要做音乐 可是一直到他的规模要大到 他的不论是音乐能力技术也好 群众规模也好 创造产值的能力也好 要大到让他能够和经纪人有办法和他合作 并且把他推到厂商面前跟他说 这个音乐对你的厂牌对你的产品是有帮助的 我觉得中间是我目前为止 我觉得看到我觉得在音乐产业里面比较困难 而且也还没有人补上了一个很大的洞 所以我才会开始做独立音乐导这件事情 然后之前也有很荣幸有这个机会 把我再做的东西给吕哥看 那接下来我就是我个人请义的部分 那吕哥你看完我们独立音乐导的课程 那时候这是我最近突的听众搜寻器 哥有看过 那我想知道是你对于这整件事情的想法是什么 你觉得独立音乐导在做的事情 你认同吗 你觉得这个是有办法带来什么样的改变或者是影响的吗 我非常认同威宇的概念 所以我才会开玩笑 或者说当时也是主动跟威宇联络 我蛮欣赏你的 这我得说我真的很感谢 我在那段时间真的是遭受很大的压力 我真的是你是极少数在这个业界的成倍 是直接主动给我鼓励 因为吕哥真的我得说 吕哥就是私讯我 跟我说我觉得你很棒 你在做的事情很好 我就觉得很甘心 一直到现在终于有机会跟你聊 因为我觉得那时候很妙是 当然你一定是投了广告 然后在FB就变成有人开始跟我讲 我想我一定也不是第一个看到当初你那个 很惊世骇俗的影片 讲了好像一些业界秘密 那我当然也必须说我也不是 我刚刚说了嘛 我是个温柔的人 我也不是那种很有guts 就是要大破大力去前面做穹奏的 我也不是穹奏的 所以我会觉得像威宇用了这样的一个方式 跟其实就你知道国王的心意 总有人说你都没穿什么 你没穿过 总有这个人 好那我觉得威宇有这样子的一个guts 去做这件事情我觉得很棒 所以我心里面是非常支持独立音乐岛这件事情 而且刚刚威宇也提到了一个很重点 因为毕竟我也不是就是经纪人角色 或者agency这件事情我也不是很熟 那刚刚威宇提到了这个观点 真的也是非常好 我也是我想讲的 就是我们的确有一个gap 在你把你自己的记忆 或者是创作作品做成熟之前 到能够被一个比如说成熟的经济系统 去看到之前 我们到底要做好什么样的一个准备跟练习 那我看了独立音乐岛的这个课程之后 我也我自己都想要越越一试 做这样子的一个事情 就是说我觉得我记忆OK了 我也有点知名度 但我也没有办法再继续在这个时代 可以继续存活下去 因为必须说我也已经 对在这个业界这么久 也不是所谓的年轻人 那怎么样能够往后再去做10年20年的流行音乐的事情 那我觉得独立音乐岛的课程跟一些想法都能够去让我们突破 或者是说除了音乐之外 到底还要练习一些什么 就是你不可能期待有一个好棒的经纪人能够把你的东西 就是哇没合到一个很大的公司 然后从此就飞黄灯达 马雀变凤凰 对我们在这之前 到底需要做到什么准备 或者说对行销 对商业规模 这件事情有没有一个粗浅的想法 其实我也不鼓励音乐人去研究太深 因为毕竟你在研究太深的 的这个可能会迷失很多你真正原来 音乐作品的一个纯粹性跟他的 就是你知道他好的创作其实常常来自于Suffer 你有很多的 的苦很多的想法想要表达 不管是对于社会的对于感情的对于人生的 你才能够创作出一个能够有共感的作品 能够被很多人喜欢吗 那当你去研究了你不在行的事情 你可能就会让你的作品产生变质 这个我也是很担心 我也看到很多音乐人就会迷失在这个阶段 你可能没有办法长到最后我们想象的那个规模 就是迷失到我刚刚讲的 你可能在音乐类型的妥协 在商业的这个规模的妥协 你就变成失去你自己 然后就忘记大家当初怎么喜欢你 所以我当然我觉得每个艺人都会想要转型的 那个想法跟时刻 可是你是不是真的喜欢你所谓你要去转型成 另外一个样子 那是自然的你还是说你只是为了想要继续维持你的 就是演绎生命才去做出这样的改变 这是非常可怕的 那当然讲是这样讲 要做到非常困难 所以就是说你真的对这件事情很有兴趣 真的对这个音乐很有想法才会继续做 我当然也不排斥说 可能你今天是从艺人的角度出发做音乐出发 可是因为你去研究了经济 结果后来变成一个很棒的经纪人 我相信一定也有这样子的角色出现 这是更棒的事情 所以我以前去做很多的讲座 就是对大学的流行音乐系做了很多不同的讲座 我都会跟他们说你琴摊不好没有关系 你音乐学不好没有关系 可是你看得懂什么是好东西 那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品位 品位上的训练 对这个阶段是你们最好训练品位的 而且不怕犯错 你还在学校有老师照你 有这么好的资源给你 那在这个时间尽量去建立你自己独特的品位 你真的知道你喜欢什么 你也看得懂 将来你可以做的事情多了 当导演 当制作人 当经纪人 对呀 搞不好你以后班上谈最好的同学 帮你工作啊 对不对 对 所以这个是我对整个音乐产业的一个想法 就整条产业链是非常大的 但是品位 然后跟比如说独立音乐导 这样的课程 它可以让你去训练自己对于行销 对于商业概念的 不管是流量的 或者说演算法 这个理解 我觉得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之后 就可能会遇到这个你的博乐 的时候你能不能够有这样一个出钱的概念跟跟对方谈 也比较不容易被骗 所以我觉得这个课程对我来讲我是百分之百支持这样活动 其实我当初本来都还想说 我如果还在北流我一定要请威宇能不能能够来帮我们开一个课 或我们来办一个对一个什么营队还是什么的想法 希望未来还有机会 我觉得一定有啦 就是说这个真的是对最直接我们面对做音乐的人能够给他的协助 好啦那今天跟旅哥耽误旅哥时间蛮长 最后算是一个我个人想问的问题好了 因为我觉得我在 我得我得承认 我觉得我也从从我开始做音乐到现在 尤其我在唱片公司工作那段时间一直到我 其实我觉得我心在我的人生历程中 虽然说我也才三十几岁 但是我觉得我在我的历程中 我感受到非常多的挫折 尤其在做音乐这件事情上 我非常多次的就是怀疑我自己到底是不是适合做音乐的人 我到底有没有资格把就是称自己为一个音乐人 我做的音乐到底有没有人喜欢 这些都是一直就是困扰我非常多年 然后甚至就是造成我就是在很多时候 我甚至就是会心怀怨对 尤其对我以前就是一些就是身边一起工作的人 所以我在一开始做独立音乐岛的时候 其实我内心是 我是一个就是内心充满愤怒的一个人 我觉得就是 我觉得我是一个有才华有能力的人 只是我的才华跟能力没有从来没有人在意 然后我会觉得就是好像 就是这个世界亏待了我的才华 就是这个世界就是没有注意到我在做的事情 我觉得我明明就是可以做到很多事情 但是我却没有得到应得的关注 我相信这会是很多音乐人在做作品的时候 会常常遇到的问题 就是我觉得我掏心掏肺 我花了这么多心思跟精力 做出了这样的东西 但是却好像没有人在乎 但是你就会在社群媒体上 或者是在其他的版面上看到一些 就是明明他做的东西没有你做的好 任何有音乐能力跟判断都知道 他在做的东西没有你做的这么认真 甚至你也看出来他投入的心力也没有你多 但是他却得到比你更多的关注 这是一个心里非常难过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也是音乐人就是很难以 真的去面对的事情 所以我在开始做独立英国岛的时候 就像吕哥刚讲了 我会讲很多所谓惊世骇俗的一些内容 我觉得确实你现在叫我回头看 我其实我当然我会说 我某种程度来说我是后悔的 我会希望我能够修正一些 就是我当时就是讲出来的一些事情的内容 但是当然我的初衷不变 我依旧认为就是我觉得独立英国人依旧 终究要有自己能够经营群众的能力 否则在这个市场上非常难以生存 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能力 那我最后想要请教旅客的问题就是 对于我个人或者是对于独立英国岛 那这又是一个大灾问 我们刚刚如果说好像今天聊了很久 那拉哩拉扎讲了很多 不管是产业或者说对音乐人自己的一些想法 跟怎么支持他们内心的一些 对那个字我突然那个词我突然想不到 心法对我们给很多的独立音乐人他们的心法 那当然我自己对独不独立或主不主流这件事情 我一直也是都 我不会用这样的框框去框框所有的事情 对我会觉得哪有人做音乐做艺术是不想要人家看的 当然 所以他就没有所谓的主流非主流 那就是你就没有红嘛 所以你就非主流啊 所以你就独立啊 因为没有钱没有人看到 好那如果你们都认同所谓要往主流 要往商业走 我们现在就我们现在就先线说 如果你真的是怪咖 你就是坐姿一爽 那不在我们今天讨论的范围内 如果我们都承认说音乐可以变成一个产业 那产业就是要赚钱 他必然得走到商业的这一步的时候 那威宇的课程 独立音乐导 我觉得他就是我们刚提过 他可以提供你一开始在创作的过程 在这个你要长大的过程 能够把你的记忆训练到显熟 然后你理解所谓的行销 理解所谓的演算法 理解所谓的流量 那这些事情之后 能够找到把你的组织变大 你有更多人帮你录音拍影片 然后等等的需求 到有经纪人帮你去谈 更多的商业合作的可能性 那我觉得独立音乐导 这个部分威宇已经做得不错 所以当然我们在上一次的聊天的过程 其实也提到 好像经济跟行销的人才 或许是独立音乐导 可以试着下一步去培养的 那当然这个必须说我不是专长 我也没有真正碰触到 所谓的音乐经济这个部分 所以这个如果对于瑞宇来讲 因为如果你还是想要继续做音乐 那当然做音乐的方式 或者说那个完全我就没有意见 因为那是你自己可以去 就是继续去完成的嘛 像我知道你也很喜欢宫廟这一类的东西 台湾文化的结合 不管跟什么样音乐的风格的类型 这个我都是非常喜欢 我自己也是很希望 跟台湾的不同的音乐文化去做结合 或许我们下次我也可以跟瑞宇再聊另外一个 我们就来音乐上的合作 然后我们用独立音乐导的方式去做一个推广 是不是也有可能性 教主你不要空讲的 我们直接找人 直接来做这件事情 或许动手下去干就知道了 对啊动手下去干 不要教主讲的一口好 对不对 没错没错 方法然后自己做不出来 我相信也有很多人可能会对你的 这些想法想要提出质疑 想要diss你 一定有 那这是题外话 就是说我对我自己对 台湾文化或台湾音乐的一些想法 我都非常开放 所以不管对微语还是说对其他的年轻人 想要做音乐 我都还是会希望真的不能忘记自己的热情在哪里 那这些事情都不会 就是说如果你没有热情 这件事情永远就走不下去 所以如果你把热情这件事情 对这个音乐 对这个乐器的热情拿掉了 那什么事 他就崩坏了 这件事情就没了 不会有后面的商业模式 所以如果说你这个艺人 就像你会看到很多的以前的艺人 他走到后来就不愿意做自己 因为他都是假的 他都被逼的 但这个时代不可能有不真诚的音乐 跟不真诚的艺人 因为永远都会有人揭开你的真面目 所以不如就好好的做自己 那你当你不再喜欢音乐 那我们就做别的事情啊 这也没有这也不丢脸 结婚离婚不是可耻的事情 他就是一个过程人生嘛 但是他一定会有变换跟 就是他有机的organic 他一定会有不同的样貌存在 所以对于独立音乐岛 我的想法是 除了刚刚提到 我也能够靠着这些课程 给予新的有兴趣 去对音乐产业的这些音乐人给予 这样子的一个协助跟基础的理解 后面他要怎么长大 长大成什么样子 我相信魏宇看到你的学生 如果将来比你更红 你一定是非常开心的 当然 这就是我们做教育的一个很棒的目的 那如果说能够在经济事业 或者是说在行销面有更多的课程 或者说甚至我觉得很棒 就是很需要的是培养 刚刚一直提到的艺术经纪人 如果有这样的课程或想法 因为可能也不会是 威宇的专场 或许 这也不是我的专场 对 所以可能在你这个所谓的 独立音乐岛的部分 能不能够再找到伙伴 再去把这一个 对刚刚提到的经济 行销面 能够再去做更多的补足 或许在大家都长大了之后 刚好这个人才也被你 这套系统培养完成 可以帮助到你这些学生 因为他长得更大 我们刚刚讲应该要分空合作 不可能一个人做完做的事情 我有下一个阶段 对下一个阶段 因为我相信 在听完威宇的这些课程之后 大家都越越欲试 去把自己的创作 或者说自己去 想要跟演算法 做一个好朋友 很想要理解这件事情之后 那在之后呢 我永远都一个人做 还是会非常的寂寞 没错 不可能是寂寞寂寞就好 当然 对所以后面的这个部分 到底怎么有找到 自从道合的团队 继续往下 我们能够所谓 再把它变成一个 真的可以产出的商业规模 我想这是非常需要的 对这是我对威宇就是 独立音乐岛 或许如果长到那个 那个时候要改名了 我不知道要改什么 流行音乐岛 哈哈哈 对他可能不独立 他基本上就没有被限说 这个岛甚至都走出台湾了 他已经他走不是只有岛屿 他是想办法变成一个Wonderland 对他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地方 是大家可以在这边 就是好好的把你的想法 然后各取所需 或者说在这产业 大家都要扮演不同的角色 而不是只有创作 不是只有行销 也不是只有经济 一定有更多的事情 那喜欢音响的喜欢舞台 喜欢做舞台的人 他一定也要在这个产业中 找到他的可能性 对因为这个题外话 我在北流其实我就会一直觉得 我不想要再培养所谓的做音乐的人 我觉得从来不缺做音乐的人 对没错 缺的是支撑这个做音乐的人的这些角色 嗯 对所以我刚刚提到 像我那时候都还想办法去跟 能不能够在高职阶段就能够培养出更多的产业人才 灯光影响 嗯 舞台 视觉 那当然dancer 反正台上所有的表演者一定背后有很多的 就除了那一个artist之外 一定有更多的人 更多的这些engineer必须要去支撑这个产业 这个我反而是在北流 我更我自己啦 我私人更觉得需要去培养的 这个部分 嗯 嗯 了解 那这个部分可能也是 威宇可能在独立音乐岛的这部分 还没有提到 或说还没有去想像到的一个 威模跟组织 对那可能威宇的这个部分 呃这个组织 这个系统 或许如果他要长大 那大概就是 我刚刚看到的这些部分 可以朝这几个方向去前进 对可能可以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 也想做这件事情 那就可以去去做合作 但so far我觉得我非常的 推荐独立音乐岛给所有在 呃自己做创作 自己是artist 这样的一个角色的人 都是一个很好的想法跟学习 嗯 嗯 好啦今天 真的感谢呂哥 对我这么的支持 我真的是 我真的觉得很感动 我真的觉得很开心 能够就是听到就是你的建议 我也学到很多就是 因为我觉得我对于产业的很多理解 都停留在我小时候 小时候抬头看大人的一些 就我以前在招待公司 抬头看大人的一些想像 那今天也就理解了很多 不管是你在北流的经验 或者是你对于音乐的建议 或者是你对于 经纪人的角色的定位 以及就是未来你觉得 还能够发展的部分 我觉得我也受益良多 那今天真的感谢你 看最后要不要我们 就是因为我们独立音乐岛 如果有来宾的话 到最后我们都会请他 就是放一首他们自己在做的 因为刚好呂哥你的作品非常丰富 你就最后也让你放一首就是你想要推给大家听的一首歌 怎么样 你心里有没有一首歌觉得是你的作品 你希望让大家听到的 马上这个被考试我想一下 肯定有 但我要让我突然想一下有点难 没关系你可以慢慢想 我们之后可以再把这件事情放进去 好吧 那我们今天就感谢吕哥愿意花时间给大家建立 然后和我聊了这么多聊了这么长 希望我之后我们就是还有机会 可以再多聊一些关于音乐上的事情 甚至刚刚讲到在音乐上实际进行操作 用我的方式看 到底能够做到什么程度 好了 最后会太后再聊聊 你说 最后再一个马后炮 我觉得当然我们叫独立音乐岛 可是我真的希望大家看了这个课程 或者是说跟了很多不同的音乐人讨论 我觉得合作是很重要的 开放你的心去合作 对 大家都是单打独斗一定会寂寞的 刚刚有提到 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想办法跟很多人合作 然后有那个开放的心态 嗯 好 感谢 吕哥 我非常同意这件事情 没错 我也觉得应该大家要多开放合作 大家 我觉得在艺术创作上 和不同的合作也比较容易带来一些启发 比较容易想到一些你过去没有想到的事情 好 那今天就感谢你了 我们就之后有机会再聊 不要回台湾再聊 好好聊一下 好 感谢大家 拜拜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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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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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